我是谷阿木 今天要来说战友者的故事 女主角常出差很少回家 她的老公儿子也不知道她的工作其实是 在魔王组织当杀手 平常出差就是来组织基地 在同事的帮助下使用意识传导器 将自己的意识传入目标人物脑中 然后压制该人物的意识 就能侵占对方的身体 再利用这个身体去进行刺杀任务 例如她此时就控制着倒霉女 来一场倒霉女有资格进场的派对上 把在这玩耍的高腹胖给一刀童死 吓得周围路人鸟受散 完成任务后 女主角只要讲出关键字我要出去 接着让侵占的身体死亡 这样她的意识就能回到自己的身体里 但并不是每次都很顺利 尤其是最近 每当她要做出自杀的举动时 被侵占者不想死的信念 通常会让他们一丝爆发 想抢回身体控制权 以前年轻时这种时刻 女主角都还算满能压制对方意识 但现在越来越压制不了了 这导致她总是无法顺利自杀 还好她最后总是能抢回身体控制权 再利用其他方法送身体上西天 譬如这次她就是举枪对着赶来的警察 吓得对方开枪反击将倒霉女射死 而每次侵占的身体死掉 她都会同步感受到痛苦 所以当她回到自己身体里时 总是会感到恶心想吐魔王组织的人 则是会帮她检查身心状况 确保她自己的意识没有产生混乱 这样才能去执行下一个任务 她执行前她通常能先回家放个假 她老公则是在她这次回来时 恳求她退休别在整天出差了 好好留下来陪家人吧 提议自己要退休 但她其实是个对血腥暴力充满欲望的人 所以当首领女说这次要配给她的刺杀任务 是侵占遗忘 她没亲过的男性身体去杀两个人时 她马上就兴奋的答应了 接着她透过意识传导器 将意识传到被抓来做传导的男主角身上 成功侵占了身体 亲完她就控制身体移动回男主角家 假装自己是刚出完菜回家 然后跟男主角的同居女友小千金打招呼 她这次的雇主是大富豪的继子男 要她去刺杀小千金还有她亲爸大富豪 这样继子男就能继承大富豪的全部财产 虽然是第一次当男孩子 但女主角很快适应自己有鸡鸡的状态 并模仿男主角的言行举止 跟小千金互动 避免她发现异状 隔天女主角操控身体出发 去男主角工作的地方上班 这么做的用意是因为 一般她需要花两三天做点事情练习使用身体 才能完美操控侵占来的身体 而通常最尴尬的也是这个阶段 因为很多被侵占者 他们的朋友例如同事男会来打招呼 下班回家时也是一样 遇到小千金的朋友们 大家都一副跟男主角很熟的样子 连小千金的闺蜜女 似乎都跟男主角有一腿 趁她在厕所洗脸时跑来调情家小便 面对这些不认识的人 男主角都只能打哈哈带过 更尴尬的是 晚上小千金想要做一些要打马 审核才能通过的事 这都让女主角内心五味杂陈 毕竟平常都是她老公刺她 现在变她刺别人怪怪的 OK很快的就到了执行刺杀计划的当天 大富豪举办了派对 他则是操控着男主角身体 跟小千金一起来 然后他故意喝些酒 再假装酒醉想闹事 一直找大富豪吵架 骂说我知道你一直看不起我 觉得我穷 我要你道歉之类的 大富豪听了果然很不爽 派人打了他一顿 把他赶出派对 这么做的用意 事先制造杀人的理由 这样等等他闯进大富豪家 恐报大富豪枪杀小千金后 新闻媒体跟警察来了 才会以为是 然后以男主角畏罪自杀来做结案 但老问题 当女主角要操控男主角的身体 做出开枪致敬的动作时 男主角的意识忽然出现 抢回了身体控制权 不让他做出开枪的动作 接着清醒的男主角 因为不晓得身体被侵占时发生的事 他只看到现场死人 所以吓得先从黑夜逃到白天 并在路上偷了回收衣物 来将自己身上染血的衣服换掉 在想找地方先躲起来的 跑来闺蜜女家 用我跟小千金吵架分手 我决定来跟你在一起当理由 说服对方让他在这边睡几天 可是话讲着讲着 女主角的意识就又出现 逐渐抢回身体控制权 然后试探了一下 现在的状况后 就走来厕所 把去洗澡的闺蜜女给毙了 避免他等等出去乱讲话 不过毙归毙 女主角仍然无法用身体 做出自杀的动作 且当晚同事男跑来拜访 他以为对方单纯是男主角的朋友 所以没多注意 结果对方一进门 就用急晕枪把他打昏 等他再醒来时 同事男才跟他解释说 刚以为你是男主角 才先把你打昏 反正我是魔王组织的卧底男 侵占了同事男的身体 我们发现 你在男主角脑中的意识 受到男主角意识的破坏 这可能造成你意识 回到自己身上时 会回得不完整 所以组织才派我 拿工具来帮你做意识修复 修完我们再杀掉男主角身体 你快躺下让我修吧 接着男主角脑中 发生了以下画面的状况 男主角的意识 仍然没有因修复而被压制 反而跑来 看起来杀掉了女主角的意识 但实际上女主角的意识 却又附在他的意识上 接着男主角意识醒来 发现自己正准备开枪自尽 同事男也死在地上 编剧没解释人怎么死的 可能是卧底男 觉得任务完成 靠自杀来离开侵占的身体 也可能是刚刚男女主角意识 在抢身体控制权 女方想控制身体举枪自尽 却被男方阻止时 才插枪走火把人打死的 此时女主角的意识 又开始影响身体 做出举枪自尽的动作 男主角则是拼命控制身体 压制这个动作 然后生气的 跑来女主角家拜访 他会知道位置 甚至知道女主角有老公儿子 也是他从附在他意识上的 女主角意识中取得的一些记忆 但男主角并不了解 这些复杂的细节和原理 他只是大概知道 有个叫女主角的人 一直想操控他的身体 他才跑来 想逼女主角老公 说出女主角的下落 然后他要去杀掉女主角 让自己的身体 不再有被别人控制的可能 把老公男尝试想抵抗 眼前的闯入者 可惜抗失败 反被男主角气的砍死 砍完后 女主角的意识 又开始引导身体 举枪自尽 男主角则是拼命想压制动作 此时女主角儿子走过来 干脆的给了他一刀 送他上路 而他死前开枪反击 将对方干掉 女主角意识则是痛苦的大叫 想阻止儿子被杀 可惜晚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 他儿子倒下死前 竟然也说了一句 我要出去 接着因为侵占者死亡 女主角意识 才总算回到自己身体里 他的一个杀手同事 也从旁边的意识传导器中醒来 这时他才知道 原来他一直生爱的儿子男 也早就被组织给控制了 最后故事就在 魔王组织的人 帮女主角检查身心状况下 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想这故事 可能是在表达 有时候你会忽然 做出你自己都不了解的举动 那可能是因为那一刻的你 不是你 而是别人控制了你 之类的吧 可可